紅衣男子走在街上 捂著不停流出鮮血的胸口 腳步踏腔 沒走幾步就不知倒地 一旁路人見撞扶起男子 這時被刺男子虛弱的 指著前方兇手 身材圓胖的男子 就是拿刀刺殺的惡煞之一 這起暴力集團在三重開設賭場 弧欣男子去過賭場之後 就不曾再去 其他客人也慢慢減少 男子被懷疑在賭場做手腳 才遭到這群惡煞刺中心臟 今年8月底 二十多名二煞約被害人 在街上談判 拿著開山刀態度囂張 雙方一言不合 進群其鬥毆 索性弧欣被害人 緊急送醫後撿回一條命 這群二煞也被警方 一殺人未遂移送偵辦 記者王晴宇 吳姿怡新北報導